各位弟兄姐妹,你們好 很開心和大家一起 很開心我們能夠有實體聚會 主耶穌的名 是配得清重的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我們今天的信息是非常之 重要的 這個主題就是加強與神 強烈的聯繫 聖經講到其實神 跟我們有一個很強烈的聯繫 有時有些人沒有留心 看聖經可能沒有留意到 神在我們心裏面 運行 以至我們因為神的緣故 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我們裏面運行的 當我們明白這件真理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加留意到 什麼時候的聖靈提醒我 我怎樣更加回應 和神有強烈的聯繫 這就是我們需要 學習的 前書六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入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對不起 大家都可以念這兩個經文 這兩個經文都是我很喜歡的 提醒我 神與我那個強烈的聯繫 是我們跟神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聯繫 現在看這兩個經文 講到怎樣呢 與主聯合 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當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與耶穌成為一靈 這個成為一靈 到底怎樣成為一靈呢 在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有解釋到的 就是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們需要明白這個立志行事 當然人有兩種立志 我們會有時立志 我聽耶穌說 我悔改 我信耶穌 我傳福音 這個立志 就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有時我們沒有留意到 原來是神在我們裡面動工 同時基督徒也有罪性情 有時會發脾氣 有時甚至說謊 會發脾氣 或者甚至有些基督徒會看色情片 這個立志肯定不是神的 是他的罪性情 或者是魔鬼引誘他 以至他有這個罪的反應 就是說不是所有的立志 都是從神而來 而是那些合神心意的立志 就是從神而來的 當我們立志的時候 我們相信大家都會有這些經歷 就是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我收不收到神的聲音 其實過基督徒 從生的基督徒都會收到神的聲音 第一種聲音一定有的 就是犯罪覺得不舒服 一直裡面的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一直跟著我們的 就是當我們 譬如得罪人 或者說謊 或者發脾氣 傷害人 在他心裡面 總是覺得不舒服 聖靈催逼 我想問問大家 這裡有幾個人 你經歷過這件事 聖靈催逼 當你有罪的時候 你覺得不舒服 真的沒有辦法 一定要悔改 有幾個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聖靈在我們心裡面動工 接著聖靈就感動我們立志 那立志做什麼呢 立志就是我願意悔改 我不犯這個罪了 我離開這個罪 我聽耶穌說 那時候 原來就是神在我們裡面 感動我們 運行 即是聖靈 在我們裡面 跟我們成為一靈 以至我們會立心 我要離開罪 我要聽耶穌說 這個就看到 原來神跟我們 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好了 有些基督徒 他們跟神關係 只是限於某些罪的悔改 只是有些某程度的聽話 譬如有些基督徒 甚至敬拜神 回教會 都覺得很困難 很沒有動力 或者覺得看聖經 祈禱 去幫助人 或者改變自己的行為 都很難 如果他真的重生得救 他都有些少改變 不過他改變實在太少了 我形容 好像我兩隻手 這個是神 這個是我 每個基督徒 從生得救 一定是從生得救 有些基督徒 說是基督徒 不從生得救 為什麼不是從生得救呢 他口話信耶穌 但事實上 他沒有真是悔改的 所以大家如果帶領人信主 譬如像我們看到受洗的寒白 我們不要只說 你信不信耶穌 信 是不是悔改 悔改 當他一定是悔改信主 為什麼呢 因為人有時可以順口開河 好啊 犯罪落地獄 我悔改了 但他心裡面 有沒有覺得罪是可怕 是會傷害 我們跟神關係呢 神不喜悅 有時他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們需要解釋給他聽 聖經說到犯罪不悔的人 是不能承受神的過 所以 哇 不去到天堂 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你生氣 罵人 你有沒有覺得 傷害他是不好 到最後想 人家傷害你 你有沒有覺得不好 有啊 不過你傷害人 有沒有覺得不好 他抵罵 那就罵他 你說抵罵人家抵罵 人家罵你又不是抵罵呢 就說自己以心比己 我們到底有沒有知罪 當一個人越知罪 聖靈改變他 他的立心是越強的 所以我用這兩個手 這個代表神 這個代表我 有些基督徒是僅僅吸引到神 少許改變 可能幾樣東西 在生命中只有幾樣改變 很多都是一樣 我聽過有些基督徒 崇拜元就去打麻將 還買馬 有些就回家一樣罵人 有些甚至有兒子 他是不是得救呢 我不去判斷 他有多知罪 我不去判斷 神會判斷 不過我會告訴他 當你犯罪 你要知道有個危險性 營救活在罪中 是可以不得救 即是你信心沒有行為死 即是可以不得救 我不會判斷你 但你自己看看 聖靈有沒有在你心中 繼續感動你 跟你有關係 跟你有關係 你才是得救 這一點我們要明白 即是不只是我相信 耶穌就得救 是我和神有關係的人 才是得救的 即是有生命的關係 好了 基督徒的立志行事 如果愛主的基督徒 立志行事 是很強的 如何強化呢 這個人 他不知信了耶穌沒有 我如何方法傳福音呢 我如何方法幫他呢 因為基督徒 他真的和神有好關係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他會想一下 這個人 我和他在一起 他到底信不信耶穌呢 我如何方法和他溝通 建立和他的關係呢 我找甚麼機會和他傳福音呢 這個就是 在他心中 他會反覆思想 即是神會感動他 讓他去處理他的生命 放下可能那個人傷害過他 但他會想一下 我如何饒舌他 如何祝福他 這個就是和神有強烈的聯繫 即是他很多立心 他都會說 我做這件事 每日玩遊戲機 玩了幾個小時 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今晚是善用時間 很多事情他都會反思 這就是一個與神聯繫的基督徒 就是他立志 其實我們一生人都是 先手詩歌 你要保守你心 聖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就是他心裡面 到底有多少世界 多少罪 多少污慰 多少憤怒 還是有多少神在裡面 我自己 我時時都會想到神 我甚麼都想到神 我想到萬物 這些都是神創造的物質 我們用來用的 我看到人 神真的好 神會改變人 我看到有些愛主的基督徒 我心裡很感謝神 我自己裡面有聖靈的感動 我很感謝神 我看到萬物 我看到神的創造 我很感謝神 即我看到甚麼 我都想到神 我時時都感謝神 我看到人 我就說 我們在大廈的保安 我們打網球 我們有個網球會 我們在那裡一齊夾錢 就租場打 在我們住那裡 我就找機會 我試過在群組 有人發出一個照片 就是拍地鐵站 地鐵站上大堂 戰爭社大堂 他就加了畫天堂 我就在群組發信息 我說上天堂 不是這樣上的 是悔鬼信耶穌 先上天堂 那個負責人 就是說 不要發這些信息 以後不要發這些信息 我知道不要發 不過我不會這樣停止 當我兩個人打網球的時候 譬如有時候一堆 坐在那裡等 我就不會去傳呼吸 因為如果傳呼吸 他們就會整堆針對我 我一個人坐在那裡 我就跟他們聊 總之一個人坐在那裡 我就跟他們聊 這就是我 總之我去想 神啊 我怎樣的方法去見證耶穌 有什麼機會去傳呼吸 那些保安 我走過另一座屋 又有個保安 每次走過 見到我都招呼 我又跟他們說 耶穌愛你 耶穌很想拯救你 我總是會見到人 我就會去想方法 去向他傳呼 這就是神在我心裡 運行 讓我立心去這樣做 在這個過程中 我很感謝主 就是使用我 一方面在香港訓練人侍奉 下午今天有兩點到四點 有這個侍奉 操練課程 還有我在網上 也都在這段時間 我都不斷向非洲的地方 他們訓練 訓練他們侍奉 他們做功課 現在我要他們 一定要做功課 他們都有交很多功課 都是有改變的程度 這個都是我立心的 就是我起初宣教的時候 我只是想著怎樣更新一班人 但我後來發覺 最重要是更新牧師 神就給我這個立志 立志我去更新牧師 當然不是每個人去做這件事 但我們總是去尋找神的方法 我怎樣更大的發揮 這個人就是被神推動 我認過一形容詞 我們好像裡面有一個火車頭 這個火車頭就是神的 神的火車頭推動我們向前走 而這個基督徒聽耶穌說 他的一生就會結出果子 因為他尚在耶穌裡面 耶穌尚在他裡面 他就多結果子 但是有些基督徒就不是 所以耶穌之後 我們大家反思一下 我們日常想的是什麼 當然我們很多工作 我也一樣有工作 不過問題就是 當我們有工作的時候 我們去想 只是想工作或者想煩惱 那些人真是壞了 他這樣罵我 他這樣說我 只是想這些東西 人的生命就很繁忙 和很負面 很低沉 憤怒 不開心 譬如社會發生的事 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他們需要耶穌 我們怎麼祝福他們 神怎麼使用我的生命 因為神不是叫人 困難我們就憤怒 是沒有益處的 不會有幫助的 所以無論你的政見是哪一邊 都不要緊 我們都是祝福 總是尋找方法去祝福人 這就是神的心意 這裡告訴我們 原來神在我們心裡 有一個這麼密切的關係 也就是神想和我們有密切關係 就是我們立心和最後做出來 譬如我簡單說 有些人說想傳呼吸 想傳 整天都是想 總是沒有做到最後一步 沒有行事 這兩個不同 一個是立心 第二個是走出來 都是神在裡面運行 叫我們能夠走出來 我自己真的很多 很多這些 我時時都留意聖靈的感動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留意 譬如一個例子 就是我乘飛機去宣教的時候 我當然想想旁邊的人 我如何跟他傳呼吸 有些人 我試過有一個人 他一上飛機 立即蓋著尖 蓋著頭 從頭到尾都蓋著頭 一直在這裡睡覺 我都在想 神給我一個機會 後來他就揭開尖尖 我跟他聊天 我也在想 有時想很久 跟他先說什麼 先說什麼 後來跟他說 原來他很有興趣 關於是否真的有神 我便跟他談 我真的在飛機上 遇到不同的人 也在不同的情況 我都會遇到不同的人 神都在我裡面 運行 感動我 我便回應他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 或者有些人相處 是困難的 有些人很強烈地說的話 尤其是在政治衝突的時候 他們說的話 有時真的偏向一邊 很憤怒 我心裡都會有些受影響 但我說 我不要因為這件事影響 我依然對他好 依然善待他 不要緊 他是這樣看法 是他的問題 我不是因為他而憤怒 我始終有一個祝福他的心態 這就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並且願意樂意 去對他善待他 這就是我們明白 原來與神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我們今次的訊息就會講到 我們怎樣能夠更加 在神裡面 被神去帶領 以至 越與神有聯繫 生命就越改變了 這裏也說到運行就是因慈 我們一起讀 因慈原有分別 聖靈卻是一位 即是也有分別 主卻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別 神卻是一位 在眾人裡運行一切的事 這裏就講到 原來因慈有分別 是聖靈 因為聖靈次比不同的因慈 有些人很不抵自己 為何人家有些因慈我沒有呢 其實我們不需要計較 我如果用一個比喻 聖經也用這個比喻 譬如說 手說 為何我沒有機會吃東西 為何手說我沒有機會吃東西 為何口你經常吃東西 舌頭 為何你經常嘗到味道 我嘗不到 當你這樣比較的時候 難道你全身都是吃東西嗎 我們身體每個部分都有不同的功用 基督徒都是一樣的 不是個個都是牧師 不是個個都是敬拜的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恩慈和能力 是神給你的 我們身體有沒有個部分可以不要的呢 有些人說 我是那個 神不用要的那個 是沒有的 個個都有重要性的 所以我們明白 雖然我們不同 恩慈不同 不過 都是同樣服侍這位神的 即時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即時 有分別 但是主卻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別 我們有什麼功用呢 神卻是一位 在眾人裡面混行一切的事 即是說原來 所有基督徒一切為神而做的 都是神混行的 我們知道這件事 原來的關係 跟祂那麼密切 我們就會珍惜這件事 因為我們越聽神話 神一定會歡喜 這樣我們的生命 就可以大大的發揮了 這裡說到聖靈混行 神混行 賜給我們大能大力 基督徒個個都可以有大能大力 但有些基督徒說我不行 不行 其實有些人 他們很平凡 但因為他們多親的神 他又帶有能力 他為人討告 是很明顯見到聖靈的能力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讓聖靈混行 我們一起讀 《爾福所書》一章十九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混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或一切有明的 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 也都超過了 在這裡說到 原來神在我們裡面 運行的能力是多大 是我們有信心 神就會能夠做很大的事 這個能力有多大呢 就是照在基督身上所混行的大能大力 叫他從死裡復活 坐在天上在自己的右邊 並且遠超過一切執政掌權所有的能力 我曾經試過帶過我兩個教友去宣教 去宣教的時候 他們在教會祈禱 可以說都看不到有什麼果效 我們去到宣教的時候 他們祈禱很驚訝 因為很多人經歷神的大能 在那幫人當他們渴慕神的時候 很多人經歷神的大能 他們祈禱的時候 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 他們平時的教會是沒有見到這個 他們為人按手 他們都在聖靈的能力之下 軟掉落地下 他們立刻要扶祈禱 他們都沒有見到 他們祈禱的人很感動 所以有機會大家去宣教 就知道原來我們在我們心裡運行的大能大力 是很強的 但是有些人說 為什麼香港又不那麼強呢 香港都有強的 不過有時候為什麼不強呢 因為那些人比較 好像要禮貌一些 保守一些 不要那麼放 所以就不太投入 我試過去宣教的地方 教堂整地都是泥 因為為什麼呢 根本外面就是泥 走進來 穿著鞋子都是泥 所以整個地都泥 當我祈禱的時候 那些人即時經歷神的能力 有些人在遠處 我也想到他們整個跌在地上 他跌在地上 他跌在地上 他都不會停止 他還在地上 碰來碰來 整個地都是塵 如果香港人跌在地上 摸著頭先 頭髮千萬不要弄髒 待會回家又怎麼樣 把衣服不行 要起來 但是他們都不計較 因為他們的心很放 很開心 聖靈的運作 當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看到神的能力很大 祂賜給我們很大的能力 神很想做很多工作 現在因為疫情是有難度 不過 我們總是有機會祝福人 其實我鼓勵大家 你開一個YouTube Facebook的戶口 不要只是說聊聊聊天的事情 而是說多些見證 見證耶穌我們身上的工作 那你就會發覺神會使用你的 而當疫情鬆一點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宣教 我也跟那些移民去外國的教友說 你們去到那裡有機會 他肯接受我去 我將來去那裡去訓練 復興 有很多人都說 我們去到那裡有機會 我會跟他們說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機會相信 並且看到聖靈運行 有時聖靈工作 不一定跌在地上 哭笑那種的 你看到他生命改變 這個都是聖靈運行 我們就感激神 我們越在聖靈的運作 我們越看到神的工作 我們越少在聖靈運作 就越少見 那些人就會很害怕 其實在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帶過很多人經歷聖靈 我就告訴他們 你可以為人討告 你處理生命以後 你可以為人祝福祈禱 按手祈禱 也有些成為傳道人 不過他們慢慢有些 有些是一個個的 有些他已經放棄了 用按手套告 幫助他經歷聖靈 這個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很難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果效 有些人按手 有些人按手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都是不走這條路 這個就是看自己 看人 我自己祈禱 有些人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但也有些人有反應 總之我總是去做 我也不介意 還有我祈禱的時候 我總是問他一句 請你閉上眼 祈禱之後 請問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歷 由他說有的時候 我說這就是聖經所說 神的工作 神在你身上工作 你就感謝神 你就聽耶穌說 你愛耶穌 回應耶穌 耶穌一定祝福你的 你將來處理生命 和神有密切關係 你都可以為人祝福祈禱 神會使用你的 我總是不去怕 不去怕人怎麼看我 不去怕祈禱的時候沒有果效 有些人說 我問他 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感受 沒有啊 我就直接說不要緊 我不會為自己辯論 我不會說 都有很多人經歷 不過你沒有而已 我不會這樣說 我不計較他有沒有經歷 我的重點是 不是去告訴我 祈禱有多強 而是說 你留意到聖靈的工作 聖靈工作的時候 你就知道神愛你 關心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進入聖靈的運作 也都是我經常訓練 希望人們會放膽去做 你放膽去做 你放膽去做 神就會做很多工作 我記得以前 我在初經歷聖靈的教會 在傳統的教會 有一個弟兄 每次我們跟他祈禱 他是毫無感覺 但我離開之後 他後來告訴我 我為人們祈禱 他們要經歷聖靈 有時候有些人 他沒有感覺到 不過他為人們祈禱 那些人也能經歷到 所以我鼓勵大家 為耶穌的緣故 不要覺得羞恥 為耶穌做任何的事 都是神在我們身邊運行 和神會歡喜 我們都深信 我任何信服聖靈感動的事 神都會歡喜 所以這裡講到聖靈運行 賜給我們能力 另一件事就是 神可以在我們心中 對我們說話 是每個人都會有的 我們一起讀約翰十章二十七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就是耶穌的羊 屬於他的人 是會聽到他的聲音 耶穌會認識他們 他們會跟著耶穌 就是說每個基督徒 都一定聽到神的聲音 我都講過 第一個聲音就是 當我們犯罪時 聖靈會提醒我們 叫我們知罪的 我們越回應 就越留意到神的聲音 初期信主的時候 可能一些比較明顯的罪 罵人、說謊 但是成長之後 應該少罵人 應該不會說謊 那時候那些罪是什麼呢 有時候他心中覺得自己 這次做得挺厲害的 這個也是罪 驕傲 或者覺得這個人真的很難支持他 我不想見他 這就是看小人的罪 會留意到一些輕微的罪 或者我留意到見到他的時候 好像心都不太喜歡 這也是罪來的 我輕看他 我沒有愛他的心 成長的時候 我們就會逐漸留意到 或者自己有些偏激的看法 譬如在這個政治的情況 很憎恨另一方的人 這也是魔鬼用的工具 你在這邊當然不認同另一邊 不過不要緊 他也是人 他也是需要耶穌救恩 其實這也是現在 魔鬼在這個社會造成的分化 怎麼樣呢 令到有些人因為這樣 而憎恨教會 憎恨有些人 很多憎恨就很難 全副音很難會悔改 但是我們的心就說 人有罪就是不同的方式 有些人會這樣的時候 我們依然對他好 不跟他說政治了 他假裝這麼說也好 我們知道他是這樣的 不用跟他辯駁 辯駁也辯駁不了 我們只是做我們的本分 我們去祝福他 接納他 不要跟他辯論 這就是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去給聖靈改變 可能我現在在說的時候 大家的心中也有些指責都未定 我現在都在生氣一個人 我受不了他 在他心中會不會 聖靈都提醒你呢 那你就回應神 這個就是回應神的聲音 聖靈都會當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教我們說什麼話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人帶你們到會堂 並觀苦和有權並在面前 不要思慮怎樣分數 說什麼話 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就是當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其實真的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被我們看到 現在是很近末日 是真的很近 近到我們難以想像 就算以天氣來說 在這十年 這個世界的災難會強很多 第二就是政治和戰爭 在十年之內 真的隨時可能有再大的戰爭發生 其實現在已經是一個危機之中 我們不知道到底這些戰爭 會進展成怎樣 經濟也有一個很大問題 饑荒 周圍的地方 饑荒、乾旱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人心的徬徨 還有有些人那種破壞性的恐怖分子 各樣的東西 都不知道造成這個世界怎樣 有些地方不斷去試那些飛彈 哇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有三十幾次差不多會爆發核戰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是意外 傳錯信息 有時是真的有一些飛機過境 飛過了境 或者某些事發生 即是你上網看 你會看到 False Alarms 是有三十幾次 如果任何一次錯了 都不行 其實曾經試過 是直接準備發射飛彈的 如果一射飛彈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都受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塵一直上高空 它會阻止太陽 全世界的氣溫會降低 那些穀物很多會死 食物會更加短缺 在這個時候 還有那些放射性的物質 都是整個世界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真的活在一個末期的時候 我們需要神去給我們力量 不要看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我們不要期望這個世界會變好 這個世界是會多問題 但是我們是用耶穌的恩典去拯救人 幫助人 這個世界不會說 越來越光明、喜樂、平安、和平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世界越來越和平呢? 我們真的見不到 是聖經所說的 聖經所說的 一定有戰爭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戰爭的風聲 打仗的風聲 這些都是聖經所說的 所以我們需要聆聽聖靈的聲音 其實聖靈會帶著我們 如果聖靈的聲音帶領我們 受迫迫的時候 也會帶領我們 在沒有食物的時候 怎樣去神供應我們 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就是將來要受受印才可以做買賣 受印的特色就是要拜仇 拜一個不是神的 自稱為神的人 當一個出現的時候 我們任何一個人千萬不要拜 不要受受印 因為受了受印 在啟使律第三個天使說 這些人在流氓的火湖裡 永遠不流出來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受受受印 不能拜受 有些人曾經跟我說 我拜了由悔改行不行 聖經是很清楚說到 拜了受的人的墳在流氓的火湖 所以你千萬不要試 我們是需要預備 亦有一個活日觀 還有一個縮福宗教會 宗基督徒的心態 不要經常想 他是什麼宗派 我是什麼宗派 他不開放聖靈的 我們開放聖靈 就是不用比較的 總之是人我們祝福 我們不用強調分別 我們強調耶穌救我們 耶穌幫助我們 好了 不信的人 和體積肉體的基督徒 是可以與邪靈有連繫的 原來我們人 不是一個這麼封閉的個體 要是與神連繫 要是與邪靈連繫 原來我們不是一個 封實了 是有連繫的 以弗所思二章一節 我一起讀一下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來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撥益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令 邪靈在那些不信的人心中運行 邪靈在那些不信的人心中運行 而當時信耶穌的人 當時未信耶穌 都是信服邪靈的 即是全世界的人 要是神運行 要是邪靈運行 只有兩個選擇 沒有第三個選擇 凡是沒有聖靈帶領的人 一定是被邪靈帶領 他不一定是邪靈附體 附體另一回事 附體就是控制他的思想行為 即是附體的人 他不可以說耶穌的名字 你跟他說邪靈祈禱 他立即會有反應 這是附體 不是所有不信耶穌的人是附體 他們不過是被邪靈運行 在他裏面運行 原來靈就是這麼通的 要是去神那裏 要是去邪靈那裏 而有很多基督徒是怎樣 可能十分一是神運行 或者百分一 大部分是邪靈 我相信我們都看到這樣的基督徒 心裏面總是邪惡 淫念 污衛 總是想起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們就知道其實很危險 因為邪靈是 他總是想進入我們裏面 偷竊殺害委會 將我們的生命完全破壞 他想搶越搶越多 越好的 他越想搶得更多 所以我們就是耶穌說 我千萬不要讓邪靈去影響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知道真的不信的人 在邪靈中運行 就算是信的 邪靈都會說話 當彼得叫耶穌不會釘十字架的時候 馬太16章23節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邊去吧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神的意思 當時彼得已經跟耶穌三年了 耶穌臨去釘十字架的時候 告訴他 他就說 主啊主啊 你千萬不要去啊 耶穌就說 撒旦退我後邊去吧 即是說彼得當時 都是給邪靈運行 以至他有這個意念 他體貼人的意思 不是體貼神的意思 因為耶穌說 我是要去 去為你釘死 並且從死裡復活 去拯救世人 但是彼得緊張的是 肉身的耶穌 不是耶穌要成就的救恩 這個就是邪靈的運行 原來基督徒都可以給邪靈運行 大家有沒有聽過教會 那些人會吵架鬥爭? 你有沒有見過? 開會是吵架的 我以前曾經聽過教會說 開會就吵架了 我以前曾經有一個 在教堂那裡做 那個牧師他告訴我 我們那時候 因為他們很多長者 上台去領聖餐 有幾級的 他整個扶手 他說都有人離開教會 因為整個扶手在教堂前面 有些人有寶寶 後面他做個分隔的玻璃 分隔的玻璃 就讓那些人有寶寶在後面 或者遲到的坐在後面 可以看到前面 又有人因為這件事 離開教會 當時我在教會 開中文工作 也有人離開 他就告訴我 我們做甚麼都差不多 有人離開 你不用介意 這個牧師真的 安慰我 他說你不要那麼緊張 我們做甚麼都有人反對 人就是這樣的 人 他的意志 你做事 不是神做事 我想問大家 你是神做事 還是你自己的意志做事 是我硬頸 因為是神做事 如果是神做事 你就有福了 好了 我們怎樣加強和神強烈的連繫 既然神跟我們有這麼強的連繫 我們怎樣加強和減少魔鬼的連繫 第一 就是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就是不再是我自己了 這件事人是很難的 其實人經常都是追求被人認可 你很聰明 我們就聽到很開心 你很聰明 人家做不到你就做到 很飄飄然 就是自我是很重要 我要作事 小朋友也是 小時候也是 這裡做母親的你們知道 小時候已經不肯 有時候我去探一個教友 她有個女兒可能三四歲左右 媽媽說開燈 她走過燈就是故意不開燈 三四歲而已 沒有人教她 她自己會反抗 大家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小朋友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做 明明知道應該做 不過因為我敵黨這個人 我不喜歡他 所以我不肯做 這就是我們說 耶穌幫我 柔軟自己 放低自己 有時候我太太也會有些事 提醒我 提醒我 我又在想想想 然後我就跟她說 對不起 我會下次留意 這就是柔軟 不會說 我是牧師 你救我厲害嗎 你救我熟靈嗎 如果我這樣的時候 我就更加不熟靈 但我們就說 她提醒我的時候 我就回應她 我就多謝 對不起 這就是柔軟 放低自我 讓耶穌做主 這是不容易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自我 是很強的 很想自己做到自己的事 我們跟別人合作 很留意到 有些人一提議一件事 你一不贊成 他立即會反抗 或者不肯合作 人總是有他的意見 有時候做領袖的都會這樣 做領袖 我說了就是這樣 你們要聽我的話 其實到底我們是讓神帶領 在普通情況就是讓哪些事是對的 來帶領 但很多人就不是的 就是讓我作主 你們要聽我 我相信有些人 我們看到真的有些人的意志很強 有本書我以前看過 我不是看過 我看過封面而已 The Strong-willed Child 他就說到小朋友 小時候是很strong-willed 就是從小時候開始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買 我想大家看到在商場那裡 不斷餓啊不肯走 不肯走 腳軟了 媽媽拉他 他不動 要買東西 要走那個 那些什麼 Toyza 一定要進去 一定要買東西 他從小時候開始 這個父母不懂得教 好了好了好了 給你給你給你 沒所謂 他慢慢慢慢 他什麼都要 到他結婚的時候 他什麼都要配偶 聽他說 其實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小朋友開始 他不學習 即是思想 到底我做的 是對還是不對 所以作為父母 我們一定要問他 不是罵他 罵他 罵他他不會改變的 你覺得 譬如他 那個玩具不肯被人玩 人家有個玩具 很好玩的 你想不玩 想 人家不讓你玩 你覺得怎樣 生氣 你的玩具 你又讓不讓人玩 為何你又不肯讓人玩 讓他自己想想 這樣他就會學會去反思 這個時候 這個小朋友將來長大 先能夠成為一個愛主的人 還有 先會有人喜歡跟他在一起 有些人從小到大 都是我要 我要 我要 當他上學的時候 他不懂得跟別人交往 他不懂得去就別人 不懂得去關心別人 不懂得多謝別人 這些是我們從小到大去教導 怎樣教導呢 你看一下 譬如你做了一件事給別人 送了給一件事 譬如教他給錢 黑衣 給黑衣 黑衣 多謝多謝 你看他 多謝多謝 我給你吃的時候 你有沒有多謝 他多謝你 你開心不開心 我們由一些小的事 去引導他 讓他明白 一些做人的道理 這些其實合乎聖經 這些就是我們學習 釘死我們的救我 與主耶穌同釘十字架 不是痛苦的 痛苦是因為什麼呢 我們不肯聽話 聽話是不痛苦的 很開心的 越輕鬆 因為沒有所謂 什麼都不要緊 什麼都不用受傷害 時事可以開心快活 還有時事歡喜神 和親近神 因為神是全能的 償在他裡面 他就償在他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神是美善的來源 神是擁有萬有 但是耶穌會放下自己 這件事很特別 他絕對不需要放下自己 他不需要為我們釘死 他不需要被人侮辱 而他不回應 他在被審的時候 他可以說話 但是他選擇不去說 不去辯護 為他自己辯護 他居然肯放下自己 神教我們謙卑 其實他不需要謙卑 神為何要謙卑 神是全能的 他應該在我們每個行伏在他面前 但是耶穌是很謙卑服侍那些 卑微的人 那些憂傷的人 回應那些人對他攻擊的說話 當那些法利錯人攻擊他的時候 耶穌有指出他們的錯 但是耶穌沒有排斥他們 沒有趕他們走 他們依然每個坐在那裡聽他說 這就是耶穌的謙卑 他為我們死 也是謙卑感動我們 很多基督不聽話 他也是謙卑感動我們 這就是神那種的尾善 我們越親近他 他的尾善就充滿我們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所以由早到晚都是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時時在心裡充滿神的平安喜樂 我昨天去一個教會 就分享關於攝影鳥仔 然後又講到神的創造 有一個人就問我的問題 他說你又講到跟神關係那麼好 不過很多人覺得很遠 覺得神很遠 即好像 你又說神經常幫助你 祝福你 經歷神 很多人經歷不了 我就回應他 就是說其實當我們看到萬物 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想到神的 你吃的東西 哇幾好吃 為什麼神會做這麼好吃的東西 我們就留意 這些都是神的工作 我們每一樣的感謝 我們就會看到神的工作 還有我們親近神 真的有平安 他也說過 我們親近神平安 不過不親近神又沒有了平安 那我就經常親近神 經常讚美神 做什麼都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的平安喜樂就在心中了 那我們就有力量 我自己是時時都習慣 尤其當我有任何做的決定的時候 我一定耶穌幫助我 帶領我 也都時時在反思的 譬如在寫信息的時候 一直反思 很多時候我都會哼歌 哼歌是很好的 就是哼神的歌 我的心平安安靜 一邊唱立即靜靜 大家試一下 試一下在心裡平穩安靜 很像斷乃乃的孩子 還有學習留意 和順從聖靈的聲音 這就是神跟我們聯繫的 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聖靈跟我們說話 這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幾個 我先說第一個聲音 就是提醒我們有沒有罪 第二就是看聖經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話 聽到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話 遇到困難或者一些抉擇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話 得罪人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話 或者有機會傳呼聲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話 這裡有幾個人 你會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舉手有幾個 你會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我希望大家 這個聲音留意之後 更加專注留心聖靈的做法 譬如說 有罪 聖靈提醒我 多謝聖靈 多謝你提醒我 當聖靈提醒我 如何善待一個人 多謝聖靈 我去做 求主幫我去做 或者向一個人傳呼 我就回應 那時候 我們越感激 而且知道這個就是聯繫 這個就是那條電線 通向神那裡 就是聖靈的感動 我知道有這個聲音 我立刻抓緊它 立刻留意 立刻回應 我們就越收到神的聲音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學習 越愛和信從神 就越與祂成為一靈 就是時時愛祂 和聽神話 耶穌在你的裡面 你亦都在耶穌的裡面 你看到這個圖 那個人的心中有耶穌 又耶穌就在祂的外面 圍著祂 就是耶穌在祂的外面 在祂的裡面 時時和祂在一起 時時也都以天父的事為念 以我父的事為念 在這個災難的時期 你是不是只想自己呢 神會照顧我們 先求神的國 和以神會搞定我們 我們就想想天國的事 你接觸到基督徒 什麼宗派都 我們不用叫祂來我們教堂 我們只是建立祂和神的關係 或者在網上去分享 去鼓勵人 更加愛神 去聽神的話 這個就是以神的事為念 什麼教會的基督徒 我們都關心祂 都祝福祂 幫助祂 聖靈充滿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聖靈充滿就是聖靈的運作 神的心是怎樣 神說 在末下的日子 我們將我的靈囂灌煩有血氣 神想充滿所有基督徒 神想所有基督徒都和祂有親密關係 聖靈充滿曾經有人問 我問一個人 他說我想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是什麼 他回答我 聖靈充滿跌在地上 我說不是跌在地上 跌在地上 不是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是經歷聖靈在你裏面的工作 有些人會跌在地上 不過不是跌在地上 就是聖靈工作 聖靈工作是聖靈在你裏面 賜給你平安、輕省、感動、愛 感動你、改變你 你在裏面經歷聖靈的工作 提醒你 賜給你能力去改變、去侍奉 並且賜給你動力去 有個方向去改變 神想所有的人都被聖靈充滿 能夠說如言、見意象、作義夢 還有神將他的靈 囂灌他的伯仁和侍女 神想所有侍奉他的人 其實個個都應該侍奉 每一個都侍奉 為什麼呢?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就進入永營 所以個個都應該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這個就是侍奉 個個都是神的伯仁、侍奈 都應該被聖靈充滿去帶領 那你說我不是很收到聲音 第一你收到神提醒我們有罪 然後提醒其他 我們就越來越收到神的聲音 聖經說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是我們應當追求的 是跟神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為什麼長期被聖靈充滿呢? 對付罪 罪是神很不喜歡的 罪破壞我們的 所以留意到裡面有什麼負面的想法 生氣人、憤怒 肝硬我們就求主射臉 求主並一憎恨罪離開罪 忠義聖經、觸實聖經的允許 聖經說了做一定做的 還有信心 神很想親近我們 很想充滿我們 不是我們去求神充滿 是神想充滿我們 所以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會越來越充滿我們 用長時間親近祂 討告親近神、愛慕神 渴慕被聖靈充滿 很想被聖靈充滿 很想得到神的恩賜能力去祝福人 去處理生命 如果經常都負面煩惱 一定不會被聖靈充滿 我們需要處理這些問題 如果你未懂得處理 我本書欺信得勝 如果你未有的可以問我太太 是會幫你如何處理生命 按手祈禱和聖靈充滿的聚會有幫助 我們今天下午也講到一個主題 就是到底聖經講復興是什麽 如果你有心復興的 請你來參加 還有我們也為人祷告 希望人們經歷聖靈 時時有聖靈充滿 這時候我們有聖靈的大能和恩賜 我們就成為一隊精兵 我們這裏這麼多人坐著有幾個精兵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成為精兵 有些人說不行的我不行的 但其實不是的 任何一個都可以成為基督的精兵 我們一起起來唱詩討告親近神 耶穌你幫助我們 主耶穌跟我們一起 求主幫我們珍惜和神有這麽強烈的聯繫 謝謝主耶穌跟祂有這麽強烈的聯繫 謝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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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閉著眼睛 我們閉著眼睛 不如跟著唱這首詩歌 你會念的可以閉著眼睛 主我仁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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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三二我年 主我仁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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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靠你 三二我仁靠你 主祢 一個高屈靠你 我仁靠你 那九一此 好临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们一起黑眼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与你有一个强烈的联系 主耶稣我们愿意与你成为一灵 让神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让魔鬼我们心中占有地位 让我们的心中完全是耶稣说是 我们感激神 不嫌弃我们 与我们有这么强烈的联系 当我们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我们的生命就结满各样的果子 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兴亡 越来越无福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不是用人的方法 是用神的方法 这个末后的时代 唯有在神里面才能够得胜 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 越来越多战争 越来越多瘟疫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将生命献上 多谢天父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是不是你真的将生命给耶稣了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主耶稣多谢你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全心全意跟从耶稣 成为末后的日子 基督的征兵 神就喜悦 神就保守使用我们 让我们知道听完神话才是最无福的 顺从自己的情欲带来败坏 但顺从神的时候 必然带来各样的祝福 求主施恩祝福保守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明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真是全心与主联系 与主成为一灵 并且我们心中立志行事 都是顺从圣灵的感动 不是顺从自己的私欲 求主亲自带领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不要枉费自己的生命 神保守我们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